大家好 本节课我们来讲一下PyQuery库的基本用法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PyQuery这个库 我们之前已经有了这个BeautifulSoft这个库 可是我们可能感觉BeautifulSoft这个库不是特别好用 那么你也可能觉得写政策太麻烦 或者说如果你有web开发的经验的话 如果你熟悉JQuery的话 那么这个PyQuery实际上就是模仿JQuery实现的这么一个解析工具库 那么如果你熟悉JQuery 那么整个API可以做无缝的迁移 那么也就是说你学习不需要耗费任何的成本 所有的API都是一样的 那么它也是一个非常强大又灵活的网页解析库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一下这个PyQuery的一些相关用法的讲解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怎样来安装这个PyQuery 我们之前也有一节来专门来讲解一下这个安装 那么在这里大家简单提一下安装PyQuery 是Pyp3 installPyQuery就好了 那么这个安装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些PyQuery的相关的API的一些操作 还有怎样的解析一些网易的元素等等之类的 好在这里我们打开一个Netbook文件 那么首先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个PypQuery的初始化 好那么我们在介绍这个BuildableSoft的时候 也是就是说用一个字幕串 然后来传给这个BuildableSoft对象 然后这里这个PyQuery 其实上也是用一种同样类似的一个方法 然后创建一个PyQuery对象 那么在这里我们用一个字幕串 那么这个字幕串实际上是一串HTML代码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它是一个DIV 然后里面是一个UL 然后里面是5个LI标签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字幕串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进行这个PyQuery的初始化 我们首先引入一下这个PyQuery 然后就是说用from然后PyQuery 然后import这个PyQuery这个类 然后这个类因为写起来是相对于比较麻烦的 我们在这里就直接用一个简写 然后as pq 然后就是说我们用这两个字幕 然后来代替这个PyQuery 这一个类 然后这样的话写起来是非常的简单的 那么这种写法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写法 官方文档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都是这么写的 所以说你也可以遵循这种写法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声明一个这个PyQuery对象 我们可以直接用pq 然后这个html 然后当做第一个参数来传过来 然后这样的话这个doc 这个变量呢实际上就是一个PyQuery对象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元素的选择了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doc 然后直接用小括号 然后传入这个选择器就好了 那么这个选择器呢实际上就是一个css选择器 那么因为这query呢 它也是完全的用css选择器来实现的 所以说这里呢它就是一个css选择器 那么如果要选id的话 你就加警号 如果要选class 你就前面加点 如果要选标签名 那么你什么也不加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选择了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选了一个lr标签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是打印输出一下 看一下结果 那么可以看到 这里呢 它就把这5个lr标签成功的选出来 然后把它的这个标签的内容 然后还有它这里面的这个文字 然后打印出来 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实例 那么比如说现在我们用这个siftrar进行了初始化 那么然后再进行选择 那么这种初始化类型实际上是最常用的一种初始化类型 那么后面我们可能在做网页解析的时候 获取到这个网页运的码 然后这个网页运的码 你就设定为一个pyquery对象 然后再用这种选择器来进行选择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你还可以用另外一种初始化方式 你还可以直接传入url 然后把这个链接然后来传过来 然后这样的话实际上它会自动的请求这个链接 然后再把这个请求得到的这个html 然后当作参数传给它 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完成一个初始化操作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那么可以看到 也正常的输出了这个解析的结果 那么我们在这里是输出了这个hide的表现 那么hide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hide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meta表现 还有一些link 还有一些chater等等之类的 它就把它都输出出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完成一个pyquery的初始化操作 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文件来进行初始化 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文件来进行初始化 我们可以指定这个file name 然后这个demo.html 然后这个内容呢 那就是说你这个hide的标签 这个文本需要和这个当前的这个代码 在同一目录下 或者说你也可以指定它的一个文件的路径都可以 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file name 这个参数 然后来 然后来指定这个初始化的这个操作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来运行一下 那可以看到这里呢 我其实是在这个本地是有一个demo.html 这么一个文本 然后和这个notebook文件在同一目录下 所以说它读到了这个demo.html里面内容 然后把它打印输出一下 那么它内容呢实际上就是刚才的这一串 demo.html 然后它的那个解析结果呢 就是这五个lr表签 那么这就是三种初始化的一个方式 那么你可以传字幕串 你也可以传url 你也可以传文件 那么都可以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基本的css选择器 那么这个css选择器呢 就是说有三种非常常用的一些 解析的方法 那么如果是id的话 你又前面加一个警号 如果它是class的话 你又在前面加一个dl 那么如果它是一个标签的话 那么你什么也不加 那么这个选择器呢 就是说你在前面实际上是选择外层元素 然后在后面实际上是选择里层元素 然后在里面它也是选择更里层的元素 那么它这个就是说它会查找id为container里面的class为list的ri标签 那么这个它是没有一个非常紧致的关系的 也就是说这个list它不一定是container的直接词对象 那么这个l2呢也不一定是这个list的这个直接词对象 那么它们只要有一种层级的关系就好了 它不一定非要是负与子的关系 那么这种选择器呢你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构造 那么中间你需要用这个空格来隔开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进行查找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运行结果 那么实际上它就运行了首先查了一下这个id为container 这么一个元素 然后再查了一下这个id为container里面的这个list 就是class为list这么一个元素 然后又查了一个ri标签 那么ri标签一共有5个 所以说满足这个cs选择器的就5个ri标签 那么它就是属于id为container 然后也属于这个class为list 然后它的5个ri标签就被正常的档印输出出来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cs选择器 那么用空格呢就代表一层嵌套关系 那么后面你可能会用到更加灵活的一些选择器 那么这个选择器的一些基本用法是最最基本的 那么这个请务必记住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怎样来查找元素 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知道怎样来获取某一个元素了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查找这个元素里面的子元素呢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fun的方法 那么这个fun的方法呢就是说 它会查找当前的这个元素 然后向里面查找 然后这个参数呢实际上也是一个cs选择器 它会查找这个元素里面满足这个cs选择器的所有的元素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就有一个实例 items等于doc 然后类似的 然后首先呢它就是选中了这个URL标签 那么实际上就是选择这一个 然后我们在这里把这个它的类型打印出来 然后再把它内容打印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调用这个fun的方法 这个fun的方法呢实际上就是把就是查了一下这个class为list的 也就是说当前的这个items里面的所有的URL标签 那么直接传过来就好了 那么我们再把它的类型啊 还有它的值啊打印出来看一下 那么它的类型呢可以看一下 打印出来之后呢它是一个pyquery的类型 那么是pyquery pyquery 然后点pyquery类这么一个类型 然后它的内容呢这个URL标签实际上就是这一串URL标签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fun的RI 那么它也是一个pyquery对象 那么它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这五个RI标签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看到这个逻辑是非常的清晰的 那么每一个选择的结果都是pyquery对象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层层欠套的选择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items拿到 那么它是一个pyquery对象 那么这个pyquery对象它还可以调用任意的这些查找方法 然后比如说就可以调用这个fun的方法 然后它还会得到这个pyquery对象 那么这个pyquery对象它当然还可以继续进行查找 比如说还可以查找 Li标签里面的A标签 那你可以在这里再再次调用一下fun的A 那么就可以查找Li标签里面的A标签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层层欠套的一层选择就可以实现了 好 然后这里呢我们就讲解了一些 怎样来查找这个子元素 那么子元素的话实际上它是查找了 就是能查找所有的这个 所有符合条件的这个子元素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查找这个 就是这个children 那么这个children呢实际上就是查找直接子元素 那么这个fun的它是查找 只要在它里面就行 那么这个children呢就是查找它所有的直接子元素 我们在这里直接打印一下 在这里你实际实际上是看不到效果的 因为我们刚才是那个Li标签 实际上它已经是这个UR标签的这个直接子元素了 那么这个children它实际上这个打印输入结果实际上是一样的 那么其实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个fun的标签 那么这个fun的标签我们可以不用管它的一种线条类型 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UR然后fun的这个A 然后再指定一些class等等之类的一些属性也可以先查找 就是说这个fun的相对于还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这个children呢你实际上也可以给它传入一个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呢也是一个下次选择器 比如说我们就查找它的子元素的class为active的这个Li标签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输入结果它是有两个Li标签 实际上就是说它把所有的这个Li标签找出来 然后再进行筛选再进行筛选筛选一下class为active的所有的这个子元素 那么可以看到正常的匹配结果呢就是两条 那么在这里呢就正常的输出了两个Li标签 好 然后说完子元素之后呢我们就说一下子银样来查找这个负元素 那么负元素呢首先我们知道每一个标签它外面它肯定只能套一个负元素 也就是说它只可能有一个负解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这样parent然后来获取它的负元素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就有一个list class为list这么一个URL标签 那么它外面套了一层ID为container的DIV标签 那么我们就可以首先找出来这个URL标签 然后再调用这个parent的这个方法 然后就可以拿到它的负元素了 那么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结果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打印输出了这个负元素的类型 那么它也是一个pecquare类型 那么再把它的它的代码打印出来 那么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DIVID的container的这么一个负元素 那么也就是说它正常的获取了这个URL标签外面的这一层负节点 那么答应出来 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个parents方法 那么这个parents方法呢实际上它就是查找所有的祖先节点 它不管你是负元素还是负元素的负元素 还是再往层再往外的一些负元素 只要是祖先节点 只要是外层的一些节点 它都会给你返回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 我在外面它加了一层那个wepper class namewepper 这么一个DIV 然后我们把这个parents 然后打印输出一下看一下 那么它的这个返回结果呢实际上是两个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最外侧的这么一个节点 也就是说它是整个的这个HMR代码 然后它还会返回一个负元素 那么这个呢就是ID等于container 也就是说它的直接负元素 那么它的返回结果呢就是两个 那么它的类型呢实际上也是pyquery 也就是说pyquery的所有的API返回的这些结果 查找到的一些元素都是pyquery类型 那么你可以进行层层迭代的一些查找 都可以 那么这个parents呢 你也可以进行 就是说你可以传入一个参数 然后传入一个css选择器 那么它就会根据这个css选择器 再次进行筛选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就直接传入 drwepper 那么就可以查找这个class web的这个DIV了 那么我们直接输出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呢 它就不是两个了 那么它又进行了一次筛选 那么这个结果呢就就会为 就为刚才的这个两个结果的其中一个 那么这个是复合条件的 所以说它就单独的把这个主线元素 然后搬回出来了 好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需要看一下 怎样来获取这个胸利元素 那么刚才有了子元素 有了负元素 那么胸利元素 那么当然也会有的 那么这个方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用springs 那么这个呢就会获取所有的这个胸利元素 那么我们在这里首先选了一个LI标签 这里呢用了一个选择器 listitem0 然后active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选择器和刚才那个选择器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说 首先这个list.list 是选class为list的这么一个UR标签 然后有一个空格 有空格的意思就是选择它里面的吧 那么我们就选择一个item 然后-0 这么一个LI标签 就是说LI标签 那么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是没有加空格的 然后直接加了一个点active 那么没有加空格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是一个并列的意思 那么比如说 这个item0还有这个active 实际上它是一个整体 比如说它现在是需要查找同时包含item0和active 这两个class的这个元素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符合条件的结果呢 就是一个 那么它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LI class item0 active 其他的都不符合这个条件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输出结果呢 就是一个 就是第三个这个LI标签 然后我们调用了一下这个springs这个方法 然后获取它的胸利元素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运行结果 那么运行结果呢 就是四个 那么可以看到这四个正好 就是除了这个item0 active以外的四个LI标签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正常的获取了这几个胸利元素 那么胸利元素 你当然也可以像刚才的那个parents 还有children等等之类的 然后传入它的一个css选择器的名称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springs 然后我们专门找这个胸利元素里面 还有active这个class的这个LI标签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传入这样active 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运行结果 那么它就会从这个结果里面再次进行一次筛选 然后把还有active这个class的这个LI标签 筛选出来 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一个 好 那么上面呢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查找元素 查找子元素 副元素 还有胸利元素 这三种全部都介绍完毕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就是根据一个元素 然后来查找其他的元素 那么就非常方便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怎样来便利 就是说 如果我们查找的是多个元素 我们怎样来进行这个元素的便利呢 比如说我们首先看一下 如果我们查找的是单个元素 比如说呃 现在我们可能只 我们在这里传了一个item0 active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它可能只匹配到一个元素 那么它的运行结果呢 就是这单个元素 那么呃 就是这个单独的这个li表情 那么它的类型呢 就是一个py query类型 然后如果我们查找的这个 css选择器 它的那个运行结果是多个元素 那么如果你要进行对每一个元素进行操作的话 你就需要进行便利了 那么便利的这个方法呢 就是用这个dir items方法 那么这个dir items方法呢 实际上就是为你呃 生成了一个呃 产生器 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for循环 然后来单独的对这个每一个元素来 来进行便利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呃 运行结果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运行结果 利用items掉用之后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generator这个类型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for循环 然后把这个ri标签一次的便利过来 那么在每一次for循环里面 这个ri标签都是单独的一个py query元素 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单独的操作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把它都打印出来 可以看到有五个ri标签 我们可以分别的对这个ri标签进行操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调用fine的方法 paren的方法 还有其他之类的suprins方法等等之类的 都可以 那么这个呢就是呃 对于单个元素还有多个元素 它这么一种操作 对还有这个单个元素 我们就直接进行操作就好了 然后多个元素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di 的方法然后来进行便利 然后我们在接下来再看一下 怎样来获取信息 那么我们可能查找到这个元素之后 经常用到的一些方法呢 就是用来提取属性啊 提取它的文本啊 还有提取它的一些代码 之类的这些方法 那么这个呢就是做网页解析的时候 最常用的几个方法 然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怎样来获取属性 那获取属性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它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和jQuery 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在这里呢就直接首先选了item0 然后active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选了class为item0 然后class为active 这两个同时具备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到这个ri标签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空格 有一个空格就是说要选择它里面的这个标签 那么可以看到里面它有一个a标签 好 然后这里呢就加了一个a 然后就可以选到这一个 href等于link3.hmr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它的一个属性获取出来 那么获取属性的方法呢就是这个.htr 然后再把这个属性名称传过来 或者说你也可以用.htr 然后再.htr 这个属性名称都可以 那么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用来获取这个属性信息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运行结果 也是你这两个两个方法也是结果也是完全一样 那么都可以正常的获取这个属性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怎样来获取文本 那么获取文本呢 实际上就是不管这个.htmr标签里面有什么.htmr标签 那么我们只需要获取这个.htmr标签 这些被这个.htmr标签包含的这些文字就好了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用.htmr标签然后来获取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也是同样的选中了这个A标签 这个A标签 然后我们用.htmr的方法 然后就是选中了这个标签里面包含的这个文字 然后在这里没有.htmr标签就可以了用来正常的获取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输出结果呢就是这个.htm 然后正是这个.htm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呢我们可能还需要用到这个.htmr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获取这个.htmr标签里面的.htmr标签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用这个.htmr方法 然后来获取它的一些相应的内容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运行结果 那么在这里呢它是选了一个.htm0 active这么一个.htm 那么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运行结果是完全一样 那么这个.htmr它的结果呢是包含了外层的.htmr标签 然后再调用这个.htmr 然后就把它里面的这些所有的.htmr然后获取出来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获取一个网页里面的一篇文章 因为这篇文章它可能是一些.htmr代码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获取这个文章的整个.htmr代码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htmr来获取 那么这样的方法也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一些.htm操作 那么.htm呢实际上就是这个.htm 也就是说一些节点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一些节点你可能会有一些class 可能会有一些属性还有一些css 那么这些节点我们如果想要动态的修改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一些相关的api 然后来修改一下这个代码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讲解一下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例子 那么这个.htm操作呢实际上有各种API 用过这个query你可能会特别的熟悉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以这个.htmr来为例 那么首先我们声明一段.htmr代码 然后进行初始化 然后选中一个.htmr标签 那么选中这个.htmr标签 比如说itm0 active 就是说选中了第三个.htmr标签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进行打印输出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调用这个removeclass active 然后就是说我们把这个active 这个class给它移除掉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rbh输出一下 然后看一下结果 然后最后呢我们再addclass 再把这个class加回来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输出结果 然后看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输出结果 第一个结果呢就是它正常的解析的一个结果 那么跟原文也是完全一致 那么它调用removeclass之后呢 第二次的输出呢它就没有这个active了 然后第三次的输出呢它addclass之后 它这个active这class那就回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addclass 然后完成了这个class的这个属性的操作 那么这个代码啊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些api 然后来灵活的改变 那么如果我们后面可能要用的一些比较复杂的解析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些dump操作 然后来进行辅助的解析都可以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怎样来修改属性啊 还有它的css等等之类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呃 还是用刚才的这一串代码啊 然后首先呃弄一个选中一个r表情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用attr这一个方法 然后来修改它的呃属性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调用htr namelink 然后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r表情给它加一个属性 namelink 因为这里面它本身是没有这个name这个属性的 然后如果我们调用了这个htr namelink 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name等于link这么一个属性 但是如果这个name它是已经存在的 那么它就会给你改变 就是直接把原来的这个name它的属性 就是属性值改成这个link 然后我们又调用了一个css 然后这个呢实际上它就是会给你加一个style 这么一个属性 然后把这个fromsize14px 给你加到这个style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运行结果 那么可以看到呃 调用了这个htr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就会多了一个name这个属性 然后调用了css之后呢 它也会多了这个style这么一个属性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的简单方便的一个属性 道目操作 那么这个htr呢实际上用起来也是比较的频繁 如果你想要改各种一些属性信息的话 你可以完全用它来进行操作 然后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个dome操作 这个是相对于比较有用的 而且用起来还算是比较频繁的一个dome操作方法 也就是说这个类目 比如说我们现在呃要获取这个hello world的这么一个内容 然后它是用一个DIV来包围的 然后它这个hello world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标签包围 但是它还有一个并列的这个p标签 然后如果我们想要单独这个 或单独获取这个hello world的这个内容 那怎么办呢 我们如果用text的方法 然后直接用呃选中了这个DIV 然后用text的方法 然后它的返回结果呢是所有的这个文本 那就是返回hello world的dcs的paragraph 那么呃我们想要单独获取这个hello world 那怎么办呢 那么你就需要借助这个remove方法 需要把这一段进行移除 哦然后再用text的方法那也好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是首先打印了这个text 然后我们再调用了一下这个findp 也就是说把这个p标签找到 然后再调用remove方法 呃就把这个p标签删除了 然后我们再调用一下text的方法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hello world 然后来获取出来了 好那可以看到这个运行结果 那么第一次呢它就把所有的这个text 然后答应输出一下 然后第二次呢它就只把这个hello world 答应输出 因为我们的这个p就已经被移除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一种解析的话 我们可以用remove方法 然后来方便的实现 另外呢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盗谋方法 然后我们在这里就直接提供了一个API 可以直接点击查看一下 这里呢就有一些pyquery的一些所谓的API 比如说有after,append,append2 还有另外的一些empty 还有一些has class 还有一些instit after,instit before等等之类的各种方法 那么这些到我们操作呢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 你也可以来查看一下这些相关的一些操作 另外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还可以查看一下这些query它的一些相关的用法 因为他们的API是几乎完全相同的 所以说你可以用这query来练习一下 然后这个pyquery 然后就可以完全轻松的上手了 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尾类选择器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些 用一些css3这种特定的尾类选择器 然后来选择一些特定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就想选择RI标签里面的第一个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RI 然后用一个冒号 forster child 然后就可以获取这个第一个RI标签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last child 获取最后一个RI标签 或者说你可以用nth child 然后指定它的一个缩影顺取 比如说我就要获取第二个RI标签 我们就可以用nth child 然后来获取 然后如果我们想要获取比2大的 就是序号比2大的一个标签 我们就可以用冒号jt 也就是说greater than 然后2 然后就是说它会获取第二个以后的RI标签 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获取偶数的标签 你可以用nth child 2n 那么这样的话你会获取这个02468这样的所有的一些RI标签 另外呢你也可以根据这个contents这种类型 也就是说我要查找包含second的这个文本的这个RI标签 那么也可以请选择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first child它就获取到了第一个元素 然后last child获取到最后一个元素 然后nth child 2 然后它实际上是获取了第二个元素 然后1 2 那么它这个不是已经开始的 那么在这里呢它就获取了item1 然后link2 然后这个元素 然后这个jt2 也就是说它要获取第二个以后的元素 那么它就获取了item1 active 然后item0 比如说这两个 那比如说这一格它的数数技术是从零开始的 那么gr2 那么它就会获取缩影为3 缩影为4 这两个内容 然后它就会输出item1 active 然后item0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获取偶数个它的元素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它就输出了item1 然后item1 active 那我就可以看到它是获取到了这个还有这个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用来获取偶数 然后如果你要获取奇数 你要可以用来在这里传一个2n加1等等 你也可以用来获取奇数的元素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用contents 比如说在这里你可以直接搜索这个second 然后它就会插着它包含这个second 然后它就会把这个元素输出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根据这个文本来匹配的 然后关于更多的css选择器呢 那么实际上这些选择器呢 都是w3c这些标准来提供的 那么这些语法呢都是css3的一些语法 那么你可以查看w3sq 这里面的一些css4 然后下面都有一些选择器 然后这里那就有一个css选择器 然后这里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器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这种点儿 然后警号 然后还有这种大约号加号 然后还有这种伪类选择器等等 然后比如说刚才我们介绍的nthchild等等之类的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进行查看 然后官方文档呢 这个就是pip query的官方文档 你也可以就是如果有一些API看不懂的话 你也可以来查看一下这些pip query的 pip query的相关的API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它的介绍呢 就是和jQuery like library for Python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像jQuery一样的有解析库 那么它的语法跟它也是完全的类似 那么如果你对py query感兴趣 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jQuery 那么他们也是相似相通的 好以上呢我们就讲解了一下py query的一些基本用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